大家好 行政院 總統蔡英文帶頭 率領行政院正副隔魁 一起視察桃園市政府安家食堂 服務院領導人 在宣布阻隔之後首度合體 而新隔魁陳建仁 除了圈胎跑透透視察 還開通了個人IG以及YouTube頻道 外界解讀是要向年輕人靠攏 我的很多朋友告訴我說 年輕人現在都使用IG 不用Facebook 也像我的一些想要跟年輕人 溝通的這些事情 來利用IG來跟大家一起溝通 畫面一轉聆聽簡報時 反倒是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很活躍 先是跟陳建仁不斷搖耳朵 輪到陳建仁致詞時 鄭文燦更是主動坐到總統身旁 手中動作不停筆劃 對自己任內的政績似乎信手撵來 從總統到衛福部長致詞三度提到鄭文燦 肯定過去執政成果存在感十足 而除了國政 美中臺關係也得關注 關於間諜氣球的這個問題 確實造成了美國跟加拿大的困擾 我想每一個國家應該尊重 這個各國的理空權 還有各國的主權 不應該有所侵犯 麥卡錫是否訪台 陳建仁表示歡迎 尊重麥卡錫自己的決定 華視新聞張正 陳建達 草原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 來自已看新聞 我們在一起看新聞 白書 有名字 被了解 課 報告 有名字 從